就是上去天使 拿我的命去 跟我爸去都可以 再拿的困难 就是建设下来 在太安中医院 有个孩子受税 有心理失常 现在在这儿 让我们去转移过来 现在接养去 现在接好了 走了 走了 走 走 走 可以出发了 我突然没那么害怕 我怕我一放进 我真是失去 每天跟这个生死 我们才跑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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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杨主任 突然接到一通 来自山东泰安 当地医院的请起电话 他那边有一个 15岁的孩子 把阿斯发座 可能那一回就走了 在太安中医院 有个孩子受税 有心理失常 现在带着艾克蒙 然后准备想让我们去转移过来 路上注意安全 回来的时候 让救治时机开慢点 好了 转移医生王靖和护士刘爱红 昨夜用工作便利休息 此刻又要为爱启程 将远赴500公里外的山东泰安 看到一个挺危重的一个病人 重新获得一个鲜活的生命 肯定是值得的 这个孩子要是成功的话 对一个家庭来说成功了 付出再多也不值得 你好 这是我爸一人同学医生 大约9点半左右到在那边 然后的话准备先去看一眼孩子 大约两个半小时左右 明天过去的时间会充裕一些 晚上到了以后的话 先评论一下孩子情况 也确定一下接下来的话 明天转移的一个初步的方案 经过两个半小时的行程 终于抵达山东泰安的当地医院 你好 我北京八重院医生 我现在到咱这医院了 想先看一眼孩子 一到医院 王靖医生和刘爱红护士 还未停歇 就紧急赶到病房 评估这名男孩的病情 心理的话仍然是有 心理系统的情况 对 总体的这个心事还是挺大的 挺大的 挺大的 人的心上运动还是比较差 越浓 越浓不行 对 这块还挺大 病情不是特别平稳 先看一下病人的具体情况 这名全身插满管子 生命出外的男孩叫小成 今年15岁 是一名九年级中考在籍的学生 今年三月份 正处在中考冲刺阶段的小成 连续几日熬夜备考 之后便开始出现心脚痛的症状 但为了不让 在外奔波劳累的父母担心 懂事的他 并没有将身体不适的情况 向父母透露 5月1号下午吧 呕吐 咳嗽 都一咳嗽的时候吧 带动吃的那个东西 都吐出来了 所以那时候我也特别担心 原以为只是普通的感冒 过了一夜 小成的咳嗽仍然不见好 不放心的妈妈 带着她到当地医院检查治疗 去了我们那个太阳市的儿童医院 做了一个CT CT上那个结果显示呢 就说是双肺炎症和心包肌炎 其实这个还是比较严重的 检查发现 小成身体出现了严重的心理失常 心包肌炎 血压低等症状 而更为严重的是 小成开始出现心原性休克症状 当地医院检查 怀疑是爆发性心肌炎 情况紧急 医生也立即为小成 上ACMO进行紧急抢救 谁都没想到会这么严重 当时说实话 看到她写的那个病危通知诞 我也是心里特别特别难受 当时真的都快崩溃了 多希望自己能带她受这份罪 看着孩子受罪 真的是扎得起她心都痛 行功能可是很长 然后心脏的一个 心理失常肯定是比较重 带着ACMO的一个风险 身体病毒比如说感染啊 出血啊 血伤可能会跑到脑里面 心脏就是脑梗 跑到身体居体那边去 那可能是肢体坏事 或者说直接就把管子堵住了 ACMO撞不动 可能命就保不住了 心脏蹦血功能衰竭的小成 单纯的依靠ACMO维持生命 仅仅能支撑三到四周的时间 是不可能长时间应付的 现场经过医生们的一致评估 决定启动跨省转运 我们是需要单独 蹦头 磨肺 管路 翻镜 计划的是明天上午 如果出现管路的一个 治管的一个脱落 或者雪山风险的话 这个管路如果运行不下去 随时有可能死亡 从山东泰安到北京 跨越泰山穿行三个省份 总路程500多公里 总共需要用时6个小时 360分钟 这对生命极其可危的小城来说 路上的每一分每一秒 都有可能出现 意想不到的致命危险 即将开始的生死竞速 不仅对转运医护人员来说 是一个重大考验 更是关乎着一个家庭的未来 不想让他受那么大的罪了 太难受了真的 现在有时候就在状怀刺激 就是他那个身体好的时候 是我没有好好照顾他 让他受了那么大的罪 我也希望孩子能给我一个机会 带他以后恢复以后 让我好好地努力地去照顾他 上微博参与生命园话题讨论 为生命喝采加油 第二天上午 王靖医生和刘爱红护士 紧摸密鼓地与当地医院 医护人员进行消息工作 并为此次转运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三个毫克 把它做 常配的是吧 对 用常配的 三只毫克 六毫克 三毫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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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毫克 三毫克 包括这个铁膜 吸烈监护仪 呼吸机 都是需要用到的 水箱的话主要是保证 这个ECMO管路的一个温度 都是蓄电池 带了人工泵 如果万一出现ECMO管路运行不行 或者泵头出现问题的话 需要人工泵辅助 氧气的话每个救护车交配的 ECMO的同费需要用到氧气 呼吸机也需要用到氧气 这个膜需要固定在一个 比较合适的位置 不能出现管路的打折 电池好了 来 电池 转手里 简易呼吸器 敷牙吸引装置 充足的氧气 加上一台9公斤重的ECMO设备 所有转移设备因管路众多 在通过转移途中的电梯 领阳等通道时 医护人员必须10万分的小心 要用氧气 我故意这些都要有 你还查击完它吧 你这么一根管子要拖出来 吊起来都是致命的 医护们成功将携带 各种管路的病床转移至室外 而这仅仅是500多公里 转运的起点 这次救护车转运 一路辗转电波 这六个小时的路程 究竟会出现什么状况 谁也为之 快要不要回头啊 你怎么回头啊 你怎么回头啊 你这人家孩子在这呢 这人家 为了保障路上安全 尽可能应对突发状况的紧急处理 当地医院增加了救援力量 派出了两名医护人员 在隨行的救護車上往駕護航 放輕吧 我一定會平安 帶著孩子回來的 上午十點 一切準備就緒 救護車隊即刻啟程 這場從泰安到北京 全程500公里的生死轉運 救護車在封駛電車的 與死神賽跑的同時 醫護人員們也必須時刻 嚴密監測小城的情況 絲毫不能有半點疏忽 因為此次轉運跟普通轉運不同 小城必須全程帶著ACMO進行轉運 這極大增加了轉運的風險 因為路上跑的車上會顛簸 這個孩子他帶著機器 他就全身抗靈 在這種抗靈狀況下 這種顛簸也很容易造成爐內出血 它這個狀態在車上 任何一個事情都有危機的生命 它跟普通它不一樣 它根本不會給咱們反應的時間 死刑路途風險諸多 遠在北京的洪曉陽主任 也正無時無刻地牽掛著 前方轉運的情況 並與兩名醫護人員保持緊密聯繫 以便隨時掌握小城的情況 就在救護車前進了將近兩個小時的時候 意外還是發生了 轉眼底因為路不叫顛簸吧 它有這個不動 然後調到了80多吧 此刻醫護人員 立即為小城進行緊急搶救 實施遠程瞭解到小城病情後 洪曉陽主任立即指揮前方進行搶救 有過一過性的血壓低 血壓低 血壓現在多少 70多 數量多少 數量80 平均壓力也就是60多是吧 那這樣有點低 你稍微給點去假吧 把血壓稍微頂上一點 沒問題的 別著急 不要急 好嘞 數量血壓低的情況下 我們就及時調整這個艾克風的流量 然後調整它的一些血管病藥物 經過幾分鐘的緊急搶救 小城的血壓逐漸恢復正常 醫護人員們血熱的心 這才放得下來 為了媽媽 男人為了你為了健康 大家堅持一下 因為只有你自己意志力堅強了 但這個病還好得快 現在就靠你自己 你知道嗎 媽媽就是你堅強的部隊 不管有什麼辦法 不管付出多大的努力 我一定要把你平安地帶回來 你聽見了嗎 一直處於真鏡狀態的小城 也許是聽到了媽媽的傾訴和鼓勵 可能也想做出回應 此時的她開始皺眉 搖頭 甚至出現了高度煩躁的表現 出現了遭動她的不舒服 有脫軌的危險 她的就是板軌啊 六個多小時 一路顛簸 小城在救護車上 本就容易出現環境的刺激 身體不安全的情況 可一旦情緒持續不穩 會使她的病情變得更加複雜 甚至增加死亡和併發症的風險 劉愛宏護士緊急注射了鎮定劑 小城的情緒也逐漸穩定了下來 路上的話就是孩子我們實施監測 好做實施調整 操護的一個用量 這一路上 兩名醫護人員如履薄冰 生怕小城再出現任何問題 事物巨細 王靖醫生目不轉睛地盯著監護儀 和艾克莫流量情況 時刻調整著微量蹦的藥量 而護士劉愛宏則全是關注的 關注小城的情況 手裡一直緊握著西潭導管 幾乎從未放下來過 擔心小城隨時出現槍壳 能第一時間為他細談 一 二 一 二 走 路上轉運還是比較順利的 他們的體格都比較穩定 但是並不代表說孩子的病情 有所好轉 病情還是比較危重的 洪曉陽主任早已在病房等候 小城的到來 並緊急安排了小城的後續檢查 超生心電圖趕緊做一個 然後心電科讓他們過來會診 他們一定要穩 好吧 小城雖然平安抵達北京 但這僅僅是他搶救之路的開始 小城出現的心理失常 心軟性休克症狀 當地醫院疑似為爆發性心肌炎 我只要確定到底 這個是什麼病 這些孩子的病很複雜 他們覺得這應該到我們這邊來 是想看再往下走 有沒有機會心臟移植 究竟小城患的是什麼病 接下來還需要完善一系列的檢查 才能明確病因 從而判斷是心臟移植 還是心臟修復手術 此刻守候在病房外的父母 無時無刻不再擔心著孩子的病情 心肌肯定是特別難受 因為畢竟孩子還在監護室裡 隨時有生命危險 每一個當媽的肯定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 出任何的意外 原本即將要參加中考的小城 如今與父母一牆之隔 生命垂危 一向對小城成績要求嚴苛 望子成龍的媽媽 也逐漸放下了登榜提名的西季 今天不是中考要報名嗎 就算是我們雖然是報上名了 到時候等等看吧 反正是孩子如果就恢復健康了 那咱就去參加中考 當然不管考得好與壞 我們都信任接受 並不是說是讓他 就像以前我要求他一樣 你必須得給我考到多少分 你必須得給我考上重點高中 現在沒那種想法了 真的 現在才意識到 就算是一個健康的孩子 對父母來說是多麼重要 並不是在乎他曾經好與壞 在重症監護室的小城 ICMO插管已經過去了五天 單純地依靠ICMO維持生命 僅僅能支撐三到四周的時間 在倒計時中 醫生們只有儘快明確病因 才能為小城安排手術 從看他二十一六年的時候 是不是是個防素 如果他那時候就有 那可能就是一個心病 心病過素 因為防性心病過素 引起了這種心病其實更長 看他 第一個就是看他 到底是一個急性的 急性突然下心臟就變這麼大了 有這種心病過素 但是說他其實以前 就有心臟過素 他不然這樣更大 如果說以前就有心臟過素 這種的話 我覺得我們如果把心臟過素 給去掉 他恢復的可能性是很大 通過醫生們進一步檢查 結果發現 為小城的心臟左心勢嚴重擴大 出現了防性心病過素的心理失常 正常心率的法律 在60到禮拜之間 而小城的心率 最高達到了240 事實上診斷 到現在不是特別的明確 主要他有兩個病 一個是心理失常 一個是心肌病 那到底是因為心肌失常 才出現的心肌病 還是因為本身就有心肌病 導致這個心肌失常 兩個因果關係 我們沒辦法把它串起來 為什麼 因為之前沒有任何資料 綜合所有的檢查結果 醫生們分析 小城患的是擴張性心肌病 並伴有防性心動過素的心肌失常 在他心肌失常 在他心肌上有發現了一個 非常典型的心理失常 就是一個防素 所以這樣的話 我們就高度懷疑這個孩子 很有可能是一個 由防素引起來的 心動過素性的心肌病 導致的一個中末期的心衰 讓醫生們意外的是 小城的心臟也已經處於 中末期心理衰竭階段 這就意味著小城的病情 病情再逐漸加重 隨時都可能出現生命危險 這個孩子 他是一個四級的一個心衰 老人心臟也不會這樣 他比老人還差 只有正常心動能的三分之一 可能還不到 為了儘快制定手術方案 醫院召集了心內科 心外科 影像科等多個科室 進行緊急數前會診 他已經是一個非常危重的情況了 所以越是這種危重的病人 你覺得應該越是應該盡快盡早的 去干預他這個心理市場 如果要是做完之後 心理市場沒有了 但是心功能不改善 或者是還要再繼續惡化的話 那麼下一個心臟移植可能不可避免 如果我們能夠把這個 防性的心動過素給他糾正了 轉變成一個正常心率的話 那這種孩子是有很大的概率 他這個心臟是能夠恢復正常的 這樣的話這個孩子可能以後 就會免於心臟移植 哪怕是有一線的希望 我覺得還是應該 盡百分之百努力的這種必要的 如果他自己的能好 那當然是自己的最好 就是說現在你做這個 他是有一定的機會能好的 所以我們起碼給他一個機會 看他能不能好 而如果好的當然是最好的 這是最理想的 這是有可能的 如果真的不行 那我們賣咱們也做 對 咱們照顧一下準備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當你們同時做兩手準備的願意 現在以一致的手續力 我們也要先做 萬一要好不了 那咱們還能夠再往那邊走 我們做好 隨時需要我們上手的準備 就是做射頻消融的治療 咱們希望孩子做了 就好了 如果要是做完之後 心臟是上手沒有了 但是新功能不改善 或者是還要再繼續做化的話 那麼下一個心臟移植 可能不可避免 到時候該準備 咱們準備 為了最大程度地 減少對小成的創傷 醫生們決定 嘗試採用一種微創方式 射頻消融手術 這是一種 將電極導管 放在病變的區域 釋放出射頻電流之後 導致病造壞死的微創手術 可以將患者心理失常糾正後 逐漸讓他的新功能得到改善 我們必須要做好兩種準備 或者孩子的這個心臟功能 還在持續進一步做的話 但我們還有什麼辦法 那心臟移植的話 有可能是給孩子帶來生命的 唯一的機會 上微博參與生命人話題討論 記錄醫院中真實而動人的故事 在病魔面前 愛的多個橫切面都閃耀著光芒 今天我們去給你做 心臟的一個手術 完之後就把這個管子給你拔了 好嗎 因為擴張性心肌病 伴隨出現心理失常 終末期新衰的小誠 已經到了最後的生死時刻 這是一場與死神一較高下的手術 碎平消融這一微創技術 能否幫助小誠穿臂引光 抓住微弱的生肌 一切未知的風險 都在這一切的滴答聲中 變得緊張而忐忑 如果說我們沒有這個S-M 像這麼嚴重的心衰的病人 我們在手術過程中 如果說它出現了嚴重的心理失常 甚至突然出現心跳驟停 它是不給你時間的 它可能突然一下就猝死掉了 然後我心跳就停掉了 畢竟還不太小了 剛滿十五 一個大火的年華 今晚還能健康地出來 掀水吧 先掀一次吧 來 坐 這樣 所以我們現在上去先標 就如果有看到哪個 我們就在這裡削哪個 但是不能保證同學都能看得到 我們也只要是做完了以後 觀察 但是呢可能會有一小部分 可能會再復發 這種事有可能的再處防塑 提前呢你家裡要明白 好不好 如果沒什麼意見的話 咱們先走吧 好 咱們在外邊找這個號碼 這是我們的催君欲催出來 那天我們過來一起過 好不好 這麼去防塑 我們能夠給他 不要那麼強 別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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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看到孩子這麼難受 心裡還是很難過的 希望孩子改一次 尖小一點 好過這幾天 一切都不要的 咱們一起 咱們一起 來 3 2 1 走 好好好 下午1點 麻醉醫生開始餵上 艾克莫的小城 進行全身麻醉 對 重點天 看完 咱們把腻管的膀測 稍上吸一下 那乾肚走多少 開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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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乾肚一直可以 這樣我們準備刷 profit 拿下 那兩下 好 來 下午1點半 心內科的施語傑主任 小心翼翼的 將導管穿字禮物 小城的體位 這次醫生們大膽嘗試的 射瓅蠻融手術 就像是在小城身体上穿地有光 通过导管穿行进入心脏 寻找遮蔽光线的黑点 医生们要先从小城左侧的锁骨下静脉 穿自一根冠状痘电极导管 经过右心房 最后达到冠状静脉痘中 接着从右侧骨静脉 穿自一根相容电极导管 进入左心房和右心房 接下来 以冠状痘电极作为参考对照 通过三维标策系统来确定病灶位置 再用消融电极导管 对该把点进行射频消融 找到病灶的起源点 成为这场手术成败的关键 这也是避免想成走向心脏移植的 关键一步 它倒点水啊 它是在持续地在进行盐水灌注的 它叫冷盐水灌注导管 我们如果手术的时间长 那么它的这个灌注的盐水量 可能就比较高 这样的话它就有可能会引起心衰 甚至引起一些严重的心理市场 因为它心脏很大 诱发其他的一种恶性心理上的风险 风险与机会相伴 两根导管顺着小程的身体 已经安全抵达对应的方位 探测病灶的导管 已经开始启动工作 逆寻病灶的黑点 而这一过程就像是在汪洋大海中 丢下一根声纳探索器去寻觅一只 世界上最小 仅有八毫米的微虾壶 你把那个红线引药 我看这这片蓝天我拿着 你拿着拿着拿着 新内科的石宇杰主任 除了凭借技术的经验 还需万分的耐心去一点一点探测 这个孩子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情况 这个周末的新衰 这个本身就增加了它的这种风险和难度 那实际上它是一个多远性的防锁 这本身呢也是增加了我们手术的难度 许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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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次刺耳的滴答声 响彻在空气凝固的手术室中 在场的医生们屏息凝声 每一次声响都是医生们在黑暗中 拼尽全力寻觅小城生命微弱的油光 只有找到心理失常的病造点 才有可能成为小城第二次生命的起点 它这个范围要离散 对 比较复杂的 手术的时间在微光的缝隙中 一点点流逝 时宇杰主任紧盯着闪烁红光的大屏 目光如炬 在将近两个多小时的探寻中 医生们长出一口气 心脏深处的两个病造起源点 终于被找到 我们判断其中一种可能是来源于 左心房右上肺静脉的 另一个可能是来源于右心的肩部 所以我们在数前我们判断它可能是有两种防素 通过导管探寻发现 在左心房相接的右上肺静脉 和心脏的耳朵右心耳肩部位置 监测到小城心理失常导致的扩张性心肌病 以及心衰的病造原点 接下来医生们只要通过消融电极导管 对该把点进行射频消融 就能帮助小城解除心脏危机 避免走向心脏移植的最后一步 右肺的 右上肺 右上肺 前臂和前臂 这里 很难做到说我觉得这个点很好 我一消融它就中止了 尤其是越是这种复杂的 它越难做到 所以很多时候可能我们需要 把这些最早的点周围人 进行区域的消融 有些时候你可能消完以后 它依然不去不中止 这个时候有可能还需要 再重新去标测 再去看会不会有其他的点 所以说时转标的那头早 对吧 我标的那头不早 对吧 对吧 徐悦 徐悦 经过20分钟的摄频消融后 小成心脏上的两个病灶被消除 医生们通过心电图波形 专业地判断出 小成心理失常的症状得以缓解 消完右上肺经脉的时候 这时候它的这个频率是比 之前要慢一点 这个频率慢了 但是仍然还是2比1的 但是呢 它还是一个快速的防速 小成的心电图波形 在一点点变化 跳动的频率 再给这个生死一线的少年 注入生机 正当大家以为 这场微创手术 可以顺利结束的时候 施宇杰主任却紧盯屏幕 我们把任务的拔点消除掉以后呢 这个孩子的防速呢 没有装置 而那个时候呢 实际上我们当时是有点焦虑的 选择的心再次紧绷 在持续观察心电图波形的过程中 施宇杰主任敏锐地发现 小成的心理失常症状 并未彻底解除 他怀疑在小成心脏深处 仍有可疑的病早起源点 我们就觉得这个是不是 因为心耳的防速本来就有些时候 是不好做的 我们在讲是什么原因 是因为我们拔点没有找得很准 还是说我们这个导管贴靠得不好 这个手术 我们是不是能够成功地 把手术做起来 施宇杰主任再次拿起导管 重新排查可疑的病早起源点 滴答声再次响起 在手术室里 医生们变得更加沉着冷静 手术时间与导管的滴答声交错相容 在持续半个多小时的寻觅中 终于医生们在小成的右心耳 和上腔静脉的交界处 探测到了一个隐蔽的病早起源点 探测好标吗 自动时间可必须能使用到这个 就抓紧身边标 好 正当医生们要对第三个病早起源点 进行消融的时候 手术却犯了难 这个位于小成右心耳 和上腔静脉交界处的病葬位置 是医生们手术最不想去控除的 危险之地 比方说心房的某些部位心耳 或这些地方它非常的薄 你在消融受损伤的时候 有时候可能会出现穿孔 如果一旦出现这种心脏破裂穿孔的话 这种就需要紧急开胸 进行心脏修补 如果说不能够把这个成功修补 病人就会有生命危险 右心耳和上腔静脉的交界处 仅有毫米的厚度 整个外膜薄如蝉翼 在消融的过程中 电极导管与交界处的薄膜 丝毫的碰撞 都有可能导致心脏窗孔 危及生命的风险 石宇杰主任穿着二十多斤重的千衣 已经坚持了三个多小时 在发起最后的冲刺时 依旧要维持最好的精力状态 他紧紧攥住手柄 将电极导管一点一点探入交界区域 细微的抖动都有可能戳破心脏 而只有向手拉弓箭的弓箭手 郑重靶心 属于生命最后的胜利 才能迎来生命的一线曙光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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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呗 中文 升值得 被圆域獎 移植孔 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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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个 你看 你看AV2變正了 看吧 對 你看見嗎 哇塞 哇塞 太難了 成功了 你看 完全成功了 對 成功了 這個東西非常肯定 這個大概 就說個四 五億 幾千例子 還是特別多 隨著心電圖波形 逐漸恢復成 原有健康活力的模樣 這一刻 醫生們按捺不住 為小城挽回生命的成功 而激動不已 這也將心臟移植的 最後生死選項 從小城的生命答卷中成功排除 用最小的創傷代價 挽救了這個陽光的少年 一二三 走 雖然小城手術順利結束 但她的心臟 經歷這幾次損耗仍然脆弱 經不起任何風吹草動 術後還要闖過 一關關併發症的風險 這是生命給予她 不期而遇的驚喜 也是生生不息的希望 上微博參與生命員話題討論 探討生命的意義 傳播健康知識 治癒病痛更治癒人心 那個可以直接給她 拔了之後壓就行 準備把艾克末給她測了 術後第一天 通過微窗消融後的小城 心率逐漸恢復正常 代表心臟收縮能力的射血分數 也由原來的18% 上升到了36% 醫生們決定 嘗試為小城拔掉艾克末 做完這個視頻之後 剩下的時候 感覺她這個心臟 還是有所恢復 所以我們還是想 爭取給她測下來 艾克末加了嗎 艾克末加了嗎 我加了啊 我現在學校還沒掉 收嗎 收吧 收吧 都是常給家人 人家家的工作 沒辦法 你拔了 好好 你不激動 冷靜 把嘴張開 張開 張開 好了好了 自己喝一喝 這樣 用力 來 书后第三天 小成顺利拔掉了呼吸机 得知小成可以进食后 父母想为小成 买他最爱吃的鸡蛋面 而此刻外面正在下着倾盆大雨 小成父母风雨无阻地奔向 医院四近的饭店 我们想给那个孩子下一碗面 就是你下得烂一点 下一碗鸡蛋面就行 因为孩子现在还在监护室里 他不能吃得太硬的东西 可以可以 多煮一会就行了 好 会下一个 行 面条好呢 行 谢谢你啊 大姐 现在煮得很烂 是吧 那谢谢姐 没事 就你家孩子早上看过 行 谢谢 谢谢 我下午慢点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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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屁股都吃臭了吧 没事 胃痛了也没事 现在毕竟为了孩子吧 只要是孩子需要 再大的风雨我们都会 都会努力的 都会去做的 你按一下梅林 你问什么家属 那个 我没在梅股等着 你看他要是吃 小程病情逐渐向好 但已经整整十天没见到父母了 于是他特意请求医生 让他与父母见上一面 小程病情逐渐向好 小春 你来的 真的太想你了 你知道吗 我每天我都想 哟 这就是你 是的 是 这就是你 这就是像是 有一个产业的 似乎 我 你 是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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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